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 人生多变幻 我们读真言 借着虔诚的读神的话 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应用并遵行 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 就会因我们信他的儿子 而赐给我们得救的智慧 我们今天还是接着来看 真言术的第三章 昨天我们读了第三章第一大段的一节到八节 今天我们继续将第一段后两节 第九节第十节读完 然后再分别来看 十一节到二十节和二十一节到三十五节 后两大段 愿爱我们的神继续给我们带来开启 大家在今天可以用经文中的十三节到十五节 作为今天的要节 经文这样说 得智慧得聪明的 这人便为有福 因为得智慧胜过得银子 其利益强如金金 比珍珠宝贵 你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足于比较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在昨天读了第一大段当中的一节到八节 这八节的经文 乃是第一段中的前三小段 每一小段都非常美 经文有着极强的应用的价值 我们在今天首先要看的就是第一段中的第四小段 九节十节 这两节圣经也特别的美 仔细读一下 你一定非常喜欢 经文这样说 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手的土产尊荣耶和华 这样你的仓房 必充满有余 你的酒诈 有新酒盈益 简而言之 这两节圣经一看 就是在鼓励 旧约中神的百姓 要按照律法书的要求 在神的面前 纳上自己的出手的土产 可以依据的经文非常多 像出埃及记二十二章二十九节 二十三章十九节 三十四章二十六节 还有生命记的二十六章第二节 另外非常出名的是马拉基书三章十节 神在旧约 借着摩西告诉以色列人 要在神面前献上财物和出手的土产 这一顺服的举动 其目的是为了尊荣耶和华 我们知道在旧约中属神的人 在神面前献上神所喜悦的礼物 是从创世纪第四章所记载的 亚伯开始 神之所以要他自己的百姓 将财物和出手的土产来尊荣神 这是因为神要看人 有没有他爱世界的心 因为我们人自从在老亚当里面堕落以来 就有着一个永远填不满的空缺 人类特别喜欢的就是用这世界当中有形的财物 来填充那一空缺 所以在人世间我们会看见许许多多不满足的人 神会挑战自己的百姓 借着献上财物和出手的土产来尊荣神 因为神已经借着他救赎的作为 以及他恩典福分的奇妙供应 让蒙救赎的百姓知道 我们一切所有的丰富都是从神而来 而我们被要求给神的 是永远多不过神在他的恩典计划当中给我们的 所以有一位我所敬重的牧者说得好 类似于像圣经所说的 神给神子民十一奉献的要求 是整本圣经当中最容易被遵行的命令 当我们试试看 就是这最容易被遵行的命令 恰恰就会成为好多人的难处 如果我们有这方面的难处 我们就真要好好在神面前祷告 愿主施恩给我们 释放我们的心得自由 使我们乐意向着神有全然的信靠 知道我们若听了神的话 以财物和出售的土产尊荣耶和华 那就正如我们在昨天 讲一节到八节时候所提的 第九节 乃是神借着智慧的口吻 向人所做的要求 这人就是经文中所提的我儿 我们若是满足了神的要求 果真借着我们的财物和一切出售的土产 尊荣了我们的神 第十节就是那些尊荣了神的人 所蒙得的宝贝丰盛福气的应许 我们看在这里讲的 那从神而来的福分该有多么的丰富 经文说 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 你的酒帐有新酒盈益 其意思是仓房都装不完 神所赐下的丰富 我们的酒帐因满意并流淌着 那喜乐的新酒 这就正像生命纪第28章第8节所说的 神的儿女在一切的事上都会蒙福 我们一定会无比羡慕并喜爱得这丰盛的光景 那就让我们来听神借着智慧给我们的训诫和勉励 就像古代的以色列人那样听神的话 将最美的献给神 大家可以参考 利未记23章10节 民书记18章12节到13节 我们若是果真如此行了 就一定会是一个大大蒙福的人 而这样的人就是听智慧训会的人 也就是从神那里得了真智慧和聪明的人 所以让我们都来学习尊荣耶和华 我们尊荣他 他就必大大赐福给我们 以至于所有的恩典和丰盛多到无处可容 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二大段 从第11节到第20节 这一段是本章当中的第二段 是智慧所发的训词的第5篇 它主要的内容在讲智慧得来不易 在有些人的身上 必须要经过受管教和被责备的过程 大家注意11节到12节 但虽然受了管教和责备 人一旦得了智慧 就会知道智慧的宝贵 会带给人无比丰厚的恩惠 而且它的宝贵程度 乃是人世间最美最有价值的事物 都没有办法相比 本章的第二大段和第三大段 也就是21节到35节都并不难读 我们接着就来看一下第二段 第二段也分为三个小段 像11节到12节 就讲了在人得智慧之前 多数的人都经历到了被管教和责备的经验 这看上去有点负面 但最终却会给人带来蒙福的结果 第二小段是13节到18节 智慧会给人带来宝贵的福分 其价值胜过银子 胜过金子 第三小段是19节到20节 讲到神所赐的智慧的地位 超过世界一切的事物 就连神创天造地 并维持宇宙外有 都要借着智慧 我们先来注意一下 第一小段 11节到12节 11节12节的经文 我们一读就会发现 他与《西伯来书》第12章5节6节当中 所讲的 神的儿女要受父的管教的事 说法一致 互相可以作为参照 第11节 那是第5篇智慧训言的开头 那智慧就在告诫我儿 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 管教的小字或作惩治 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 神的儿女在灵命成长的过程中 一定会经历到 被慈爱的天父管教的事 也包括责备的事 这都在说明 你我的生命不完全 我们会有很多的失败 会犯错 甚至会跌倒 那神的管教 包括惩治 责备 是为了让神的儿女 能够不断地在灵命当中 提升和突破 我们在经历的时候 受神的责备 惩治和管教 从感受上 当然是负面的 是会令人心里不痛快的 在心态上容易产生抗拒的 但智慧劝勉我们 对着来自于神的管教 惩治和责备 存有着正确的态度 那便是 不可轻看 不可厌烦 人一轻看 一厌烦 就会拒绝神借着圣灵 在我们的里头 带来的破碎 和引导的工作 我们若是谦卑地服下来 神在你我里头 所做的功 就会变得顺畅 和有果效 一旦我们轻看神的管教 厌烦神的责备 我们的里头 就会产生刚硬 人只要一拒绝 圣灵在你我的里头工作 那神的旨意和计划 就在你我的身上 不容易达成 那就必然会拖延 并耽搁很久很久 十二节 智慧特别告诫我儿 要知道神 管教和责备人的 慈爱良善的动机 祂是我们在天上的父 神的子民 若是蒙祂所爱的 祂就必有主权 对他们加以管教和责备 这里就做了一个 人在成长过程当中的比方 比如在神子民的家中 有哪一个深爱着自己儿子的父亲 不会适时的去责备 纠正自己的儿子呢 所以经文这里说 因为耶和华所爱的 他必责备 正如父亲责备 所喜爱的儿子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神的儿女中间 有许多人 信主信了很久 都对圣灵 在人生命当中的工作 非常的陌生 其实这里就告诉了我们 神工作的 其中的一种方式 当我们在走天路的立场中 若我们再经历过某些事 就连自己的良知 也知道 是做得不妥当 做错了 而且自己又明确的感觉到 似乎有来自于神的 在人里头的责备 那我们就要学习辨认 并且要顺服下来 要知道 出自于神的责备 恰恰就是神 向他所爱的人 在灵性生命方面 负责的 其中一个 最主要的方式 当然他常常爱我们 安慰我们 激发我们 鼓励我们 让我们平安 让我们喜乐 也是他工作的 种种方式 那今天我们所强调的 便是神的儿女当助益 就连我们的心 被神责备 都是神 爱我们的 一种方式 他疼爱我们 才责备 疼爱我们 才管教 神伟大的目的 就是为了我们的生命 有一天 能达到他的要求 这就如同 希伯来书 十二章十一节 所说的 人在经历 父神 管教的过程中 感受上是疼痛的 不舒服的 但经历过后 就会结出 平安的果子 就是义 什么是义呢 义 就是神的标准 神的要求 我们的里头 若是结了 平安的果子 就是神的义 其意思 就是在指 我们经过了 神的管教 责备 甚至包括 严一点的 藏制 我们后来 就在生命的品质上 达到了神 所喜悦的标准 和要求 你想这 该多么的好呢 因此 被神管教 被神责备 包括被神藏制 都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 若我们陷在 恶事当中 掉在网络里面 神却任凭我们 不来管我们 那才是可怕呢 但神不会如此的待我们 他既爱我们 就会对我们的生命负责到底 因为我们的生命 那是连于他的生命 我们乃是神 手中的工作 是天父 在他儿子里面 所做成的杰作 因此我们伟大的神 必会对我们的生命负责到底 因此 十一节 十二节 听起来有点突兀 为什么正讲着智慧呢 突然会讲到责备和管教的问题 这其实就是神借着智慧的口 刻意的在告诉你和我 智慧不容易得来呀 在我们很多人的生命立场中 得智慧必要经过一番坎坷 苦难 甚至是折磨 才会最终被我们得到 这就像中国古人所说的 吃一切 长一智 那因为在生命上经历坎坷 软弱 跌倒 甚至失败的经历 以及由这经历而引发的 父神给我们的生命带来 管教 惩治和责备 最后都会将我们带下 使我们得智慧的目的 我们的生命 在负面的经历当中 被神破碎和重整 于是那原本愚昧 没有智慧的人生 就开始变成 因为敬畏神 有了真智慧 因为在失败的历程中 认识了至圣者 便有了真聪明 其实这就是 十一节 十二节 经文所要讲的目的 因此 那被神管教过的 责备过的人 不单是父神所爱的 神还会让这 受他管教和责备的人 变成智慧和聪明的人 这乃是父神 伟大的心意 也更是他 奇妙的作为的体现 因此让我们都来颂赞 这位爱我们到底的 天上的父神 因此我要告诉我的心说 我的心啊 你不可轻看神的管教 你也不可厌烦 神的责备 我是主耶和华所爱的 因此 就在你的责备和管教中 都会带出 你爱我的目的 所以我感谢你 更要永远的 称颂你的圣明 阿们